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见下WOW 大家好 我是红氏 我是林真逸 我是刘依林 我是张志堂 我是庄一心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有人说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我们不只把狗狗当宠物 还把他们当得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 但是养狗的人一多 难免就会出现问题 像有些没有公德心的人把狗狗带上街 却不清理他们的排泄物 有些甚至直接弃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西班牙政府想出了个办法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则新闻吧 公园是狗狗的天堂 但是如果遇上没有公德心的侍主 不帮解放完毕的狗狗请理排泄物 公园就会遍地黄金 变成人们的噩梦 为了交出不负责任的市主 维持整洁的市容 西班牙的马拉加市出新招 要建立宠物的资料库 一旦发现路边有臭不可闻的黄金 比对DNA 就能查出是哪只狗而做的好事 不清理便便被逮 市主必须找交217欧元 采币约7700元的罚款 如果狗狗没有注册DNA被抓到 也得付出相同的代价 抽了血请市主签名 就能建立狗狗的DNA资料库 虽然很多市主乖乖配合 但对计划的前景却不太乐观 官方估计 马拉加市目前有8万只狗 专家认为建立完善的狗狗资料库 可以打击非法繁殖的狗场 减少虐待或是遗弃狗狗的数量 手续完成 狗狗就能得到专属的身份证了 目前西班牙有18个城市 建立了狗狗资料库 马拉加是第一个批准这项措施的大城市 未来这项政策将扩大到全国 保障狗狗的安全 也让市民们能拥有一个准洁的环境 寻找 探索 思考 感受 一起来发现 大自然 大自然里面充满了许多神奇的事物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 也值得我们去对待与维护 今天大家所要探讨的主题 就是粪金龟 大家认识粪金龟吗 你们对粪金龟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今天大家带来的资料吧 这就是我找的绘本 这本书的书目就是 好心的小笨金龟 里面再说一只小笨金龟它很好心 它找了一个蛋 然后要去找它什么 然后最后就找到了 这个呢是一个绘本 叫做小米的便便商店 那它里面主要是在讲述 那只小米呢 它为了大家的吃饭方便 所以它就开了一间便便商店 然后在寻找大便的过程中呢 就遇到了很多困难 然后在最后还是一一克服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在图书馆里面有看的一本书 它就是说粪金龟啊 它会把它 就是国外的一个粪金龟 它会把它的大便切一半 然后当就是像这样一半 然后去当作它的玉耳袋 就是把蛋附在里面吗 对 这个是我找的一个动画 那叫做虫虫直播秀 那里面就是描述一只粪金龟 然后它在推大便 然后就遇到很多小动物 可是小动物来不及闪避 就被黏在上面 我觉得它的画风很可爱 蛮喜欢的 原来这就是大家对于粪金龟的印象 那真实的粪金龟又长什么样子呢 今天试堂和真意要大家去探访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Magic大自然》 嗨嗨 你认识我吗 如果问起了谁超爱大便 我一定榜上有名 别别别 别一听到这句话就离我这么远 这地球如果没有了我们 一定脏乱不堪 你能想象到处都是大便的地球吗 Oh no 你们不爱的大便 在我眼里可是生命的泉源 它对我为何这么重要 我对地球又有什么贡献呢 快一起来揭开蜜蜜吧 四条 你有没有听过埃及传说 或是在电影上面看到一种虫 叫做圣甲虫 当然听过啊 我对埃及的各种传说 可是很有兴趣呢 圣甲虫这种虫呢 是古埃及的一种相军符号 听听听听听 听过就好了 听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找这种圣甲虫哦 找圣甲虫 太可怕了 好吗 圣甲虫在电影里很可怕耶 会吃人耶 可是你不是说你喜欢各种埃及的传说吗 那是因为没有生命危险耶 小探员们 你们在说什么啊 找圣甲虫其实没有生命危险 而且出乎意料的好玩哦 真的吗 对啊 我柯德老师说话可是同手无期 你们想不想跟我去找圣甲虫 想 呃 还好 其实啊 找圣甲虫真的很有趣 而且啊 我给你们两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 圣甲虫它不会吃人 好 第二个提示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一片草地或草原 然后看看地上有什么东西啊 土壤 大便 诶 没错 这个就是晒 圣甲虫呢 非常喜欢吃便便 所以呢 找到草地 找到了便便之后呢 我们就有机会找到圣甲虫啦 想不想跟我去找圣甲虫啊 想 走吧 我们一起出发吧 GO 是吗 要怎么找到圣甲虫 其实你们知道吗 圣甲虫啊 就是大致在里面的青道夫 就是 对啊 要找到圣甲虫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森林的底层找 或者是像这样子有一大便草地 然后在草地上呢 找找圣甲虫最爱吃的大便 就有机会找到它啦 你们要不要帮我找找看啊 好 这里 那里就是了 你们找到一头很棒的大便哦 大便有分好坏吗 是因为它没有拉肚子吗 其实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一坨大便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这边白色的 这边白色的 有什么 还有一个洞 借我你的一根手指头 一根 轻轻地摸摸看它 轻轻地就好了 什么感觉 有一种炸薯条的感觉 外面酥酥的 里面软软的 对 好 这样的大便呢 就是很新鲜的大便 而且非常适合奋金龜吃哦 所以你观察一下 旁边这些小洞啊 其实就是奋金龜挖 你们的手借我一下 好 然后轻轻地捏一下这个土 捏一点点土 搂一搂 土的感觉 土的感觉 好 那我们再来闻一下 没有什么臭味 只有土的味道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奋金龜挖下去的时候 会把底下的泥土呢 带上来 然后这些就是底下的泥土 那奋金龜 为什么要把这些土给带上来 因为奋金龜吃完东西之后呢 它们会往下挖 有一类的奋金龜 我们叫做涌道型的奋金龜 涌道型 对 它们会像坐一个电梯一样 把大便挖一挖之后送下去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会在里面残软 那需要挖一个坑道呢 就必须要把里面的土挖上来 所以这个土有没有湿湿的感觉 有有有 就代表这个是刚刚才 不久前才挖上来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去看看呢 附近有没有不同形态的大便吧 好不好 好 走 你们看一下 这里刚刚好 刚刚好有两坨 长得不太一样的便便喔 你们先观察一下 哪一坨大便 看起来 或是摸起来 是干干的 因为土看起来就是 比较深色 所以这个应该是被雨水淋过 真的比较深 可是呢 这两坨土 在现在这个条件 一样的情况下 这一坨比较干 这一坨比较死 所以这一坨 代表是比较新挖出来的土 这一坨呢 可能是这几天 才开始挖的 所以便便也比较新喔 那为什么便便 其实台湾呢有一群呢 大概有100多种的 食粪性的金龟子 他们喜欢吃便便以外 也喜欢吃尸体 甚至呢 有些人会吃 就是像香菇一样的 我们都把它叫做 食粪型的金龟子 便便里面呢 有很多的营养 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便便在里面呢 可以让它传宗接代 也就是呢 他们会把宝宝呢 伸在便便里面 所以我们会把奋金龟 分成三个大类 一个大类呢 是住在奋便里面的 我们叫奋居型的奋金龟 第二个大类呢 是要做一个通道的 我们叫做 永道型的奋金龟 对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 像埃及的传说一样 他们会把大便怎么样 做成一颗球 咕嚕咕嚕咕嚕 把它推走 叫做 推奋型的奋金龟 那个比较常见 对 好 那个是我们一般 大家想象中的奋金龟 那我们今天要找的奋金龟 其实呢就是呢 会挖一个隧道在底下 我们就叫 绝穴或是 永道型的奋金龟 小朋友 你们一定听过 奋金龟会推大便吧 推奋金龟 产奋便做成圆球 再将奋球 推到比较远的洞穴中 这是大多数人 对奋金龟的印象 不过不是每种奋金龟 都会推大便唷 有一种直接住在奋便里 也有挖掘型 在奋便底下挖掘通道 再将奋便推入通道 挖掘通道的时候 会把土翻到地上 所以奋金龟 也是翻土高手唷 好 所以呢 刚刚我已经教过你们 怎么分辨大便的新鲜程度 跟有没有奋金龟找过的痕迹 所以现在你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找到一坨 适合新鲜 有奋金龟挖过的大便 给我 好不好 好 出发 走 你们来看看这一头大便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软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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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粉耶 而且还有豆 然后有一些挖出来的土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没有奋金龟 对 而且呢 这头大便还算新鲜 代表奋金龟 还没有挖得太深 我们就很有机会 在表面上找到它 OK 那我们就轻轻的 我们先用小铲子呢 最上层的粪便 慢慢地剥开 对 就像煎蛋一样 慢慢地剥开 煎蛋 你们要记得这是人家的餐厅 我们 对 对 当你闻到一股浓郁的味道的时候 就代表你找对目标了 好 当你挖开这种大便之后 你们有没有挖去 发现洞在哪里 准备 准备 描准目标 进入洞穴 我摸到了 摸到了 在很浅的地方 对 很浅 好 现在我们从摸 知道它的位置了 现在呢 轻轻地把最上层的表图 剥开来 老师那镇金龟 是怎么找到这种大便的 你经过你们家巷口 然后有一家 闻来面包的香味 你肚子又很饿 你会做什么事情 冲进去 对 所以它们就会闻到这味道 就飞过来 就冲进去 好 到底是一样的 好 冲不见了吗 冲不见了 我跟你讲 双手万能 好 手呢 其实可以感觉动的方向 你就比较 不会伤害到它 嗚呼 你看它现在的触角 伸出来一直在闻味道 有没有 嗯 它在闻说 我的大便的味道怎么不见了 大便在哪里 好 士堂 你的另外一个任务 把另外一只找出来 它正在大便的正中心 可爱 很快 嗚呼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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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这只公台母的 来观察一下告诉我 你们觉得 母的 很好 是母的 母的他们这个季节 你要干嘛 生宝宝 对 他们说明就是在里面吃饱了 他们要挖下去 准备生宝宝的 可是只有母的呢 他们会挖一个深深的涌道下去 对 那公的呢会顺着涌道去找到母的 可是常常在这个涌道里面啊 不会只有一个男生 所以有人男生进去之后 说 你干嘛干嘛 两只就会开始打架 所以如果我们等下找到公的话 可以观察一下它头上 它有像三角龙一样的鸡角 很酷喔 好 那我们就来挖挖看吧 好 士堂 你这边借我过一下 你们看 有耶 你把它拿出来 好 哇哦 它头上呢有没有 头上有一只脚 然后前胸上面有两只 尖端有两个小小的脚 所以它是一个男生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公的 有看到母的 也许喔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有机会可以找到他们 那个妈妈呢 做的一个通道 等下我们可以再试试看 好不好 好 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 好 刚刚我们牛大便 是不是在表辰 是的 好 伸进去 那下面也是软的 下面也是软的 对不对 好 你等一下我把它拿 好 挖开了 好 你们看一下 便便是不是在表层的地方 对 可是为什么底下也会有柔软的大便呢 原来啊 这个大黑泛青龜呢 它们的磁虫 就会把大便的这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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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到这个通道里面 所以我跟它手指这样伸下去的时候 我伸到里面就会 就会摸到软软的 所以它们就会把大便埋在里面 然后在里面生宝宝 对 所以这就是它们其中一个涌道 然后累积起来的便便 那我们就不要破坏它 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好不好 好 好 来 哇 这一坨大便 好棒喔 哇 这里有一只粪金龜耶 但是它怎么翻度啊 我看一下喔 它怎么了 不要 所以粪金龜有翅膀喔 对 粪金龜有翅膀 你们想想看 如果呢 你家的面包店离你家很远 你会想要打车过去 它们没办法 没办法打车 它们就用怎么样 飞的 飞过去 所以它们闻到味道之后呢 它们会张开翅膀 然后 起飞 飞到大便上面 那有可能它们结婚完之后呢 体力用尽了 它们就自然死亡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 硬硬的壳打开来啊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翅膀的喔 那你们想不想 把这一头大便挖开来啊 像 像 看你们迫不及待的样子 好 你看喔 把它身上挖一圈 旁边挖一圈 好 然后慢慢地把它拿出来 哇 恭喜你 你现在也是一个掏金勇士 对 好 所以你看 它这是一只男生还是女生 应该是女生 对 有一只母的 对 好 我们大家去找找看其他头糞便吧 好 好 好 走 好 我先把它 老师那奋金龟会不会消失啊 其实啊 现在呢 很多呢 有森林的地方都慢慢消失了 所以这些奋金龟的漆地呢 也慢慢减少 而且啊 野生动物的家不见的时候呢 大便的数量就会下降 或者是尸体的数量就会下降 那时候奋金龟呢 赖以为生的尸体 或者是糞便 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时候 对他们的族群呢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啊 其实呢 大自然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奋金龟 对我们人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人类的糞便 好像不用奋金龟来处理 所以很多动物就是这样 因为跟我们人 没有正直接的关系 可是呢 它却是息息相关 影响其他动物 野生动物的大便 需不需要人家清理 没有 野生动物有马桶吗 没有 所以呢 奋金龟啊 跟这些我们看到的青道夫 都非常的重要 嗯 你喜欢苍蝇吗 嗯 我不太喜欢 可是你知道吗 苍蝇对我们的芒果兽粉 是很有帮助的哦 那你喜欢蚊子吗 不喜欢 可是蝙蝠啊 每天晚上要吃超过 一千只以上的蚊子 所以其实这些昆虫呢 就会影响到其他动物的生活 那些动物消失了 对我们的环境呢 也会长得很大的改变 嗯 所以啊 这些昆虫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今天我们是不是认识了 好多大自然里面的 青道夫 奋金龟 对 好 那我们今天也挖了不少 对不对 那最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放生 好 那我们一起去把它放掉吧 走 好 我们来找一坨 比较适合 让它回去大自然里面的 嗯 我觉得这一坨还可以 这一坨哦 这一坨不错哦 摸摸看 哇 还算新鲜哦 是新鲜的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吧 好 好 哇 一下就沾进去了 好 市长 你把它倒进去吧 好了 全部倒进去了 快回家 快回家 虽然青道夫工作繁重 但我们却很乐在其中 能够吃饱 好 又运动 何乐不为呢 大自然的青道夫 大多都出现在 人们不讨喜的地方 但有了我们 就不必害怕 环境脏兮兮 来吧 仔细观察 好好探索 大自然的奥妙 然后就在你身边 插进去 看完影片之后 真的对粪金龟完全改观 没想到他们能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就把粪面完全分解完毕 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青道夫呢 那我有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粪金龟它一定要倒退着去推它的大便 不能正面接着去推啊 因为是那个它粪金龟的后脚比较强壮 而且有钩子 所以比较容易推大便 去观察了粪金龟之后 我对粪金龟充满了好奇 回去又查了不少资料 所以今天我带来一些题目 想让大家认识更多粪金龟有趣的行为 那现在请大家到前面来 第一题 请问当推粪金龟推大便时 靠什么当导航 我觉得是四耶 以上就是四 就是它白天可以看太阳 然后晚上就看星星的一个 对 所以就是靠就是光线类似的 现在要来公布解答了 对了 粪金龟它是靠星星月亮还有太阳 来为它们指路 那它们有超强的图像记忆力 可以把星星月亮还有太阳的位置 记在脑海中 然后用星象来为它们指路 第二题 请问推粪金龟它是如何判断 自己现在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是三耶 观察周遭的植物 我觉得应该是一耶 一是什么 一是找出四个方位 我也觉得是三 因为 你可以就是静起来以后 对 它不是会图像记忆吗 对 它就会过目不忘 对 继续 现在来公布解答了 跳舞 为什么是跳舞 根据当代生物学的研究 生物学家发现 粪金龟会在粪球上跳舞 扫描还有除成天空的图案 拿它与过去除成下来的图像相比 借此定位出自己现在的位置 还有该往哪条路前进 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吧 我们来下一题 好 最后一题是 推粪金龟为什么需要导航和判断位置呢 是要直线离开还是避免迷路 或者是避免绕回原来还是以上的东西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以上结识 以上结识 我觉得是避免绕回原来 可是我觉得是以上结识 就是它有打行就是 就是也是避免 就是要直线离开 然后也是要避免迷路的写的 因为直线离开的话 它比较不会绕回原来的路 它可以直接 好 妈 你的说好像也掉了 好 那我们来开一下解答 答案是以上结识 因为粪金龟呢 它探了大便之后 必须赶快离开现场 以免自己的大便被抢走 直线离开呢 是要是最快离开地点的好方法 而且不会不小心让回来 所以一直要推到安全的地方 才能用餐 真的好厉害喔 粪金龟真的有很神奇的生存本领 还有厉害的内建导航 还会跳舞找方向 对啊 这样以后我会更好奇 其他动物有什么厉害的生存本领 一定会很有趣 这就是Magic大自然神奇的地方 以后还有更多有趣的主题 等着我们一起去探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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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